好 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这局庞俊逊开球直接漏了 定律会顺利上手 先吃了一套篮球 右下方底带的红球还能接上 好 从底库一库弹起来叫到黑球 这个角度要不要直接K球 选择了推起来单叫一个中带 好 中带打进 黑球还能叫到 好 左下方底带 还是有单下的啊 打红K红 嗯 带开球队 这样是最稳妥的 因为打红K红它不会造成犯规 除非你母球摔带了 这一竿调一竿黄球 左上方顶带的黄球 吃库再下来要右边中带 主任这一局希望他能搬回来啊 比赛打得焦灼才好看嘛 好 母球下来要到黑球 其实这个上局啊 电锯会没打进那颗球 敲了一下球台 大家 我发现大家都开始诟病了 这个发泄情绪谁都有啊 包括塞尔比 塞尔比他 就是打球打不好的时候 也是抡一下球杆啊什么的 这种行为都有 好 一库起来 调篮球 篮球角度不错 直接蹬下来 再要左下几 中高杆 推杆 谈一库 叫黑球 没问题的 这局扳回一局 问题不是太大 而且现在已经没有太强的选手了 如果说丁俊辉能够及时的找出 找回自己的状态啊 拿个冠军 打破冠军荒 完全可以期待 就我们大胆的畅想一下啊 如果说丁俊辉赢了彭俊旭 下一回合对阵扎安达 两个人的胜者将对阵火箭和阿里卡特的胜者 然后直接就直通决赛了 反正一局和第一分局和第二分局已经没有抢手了 最强的就是霍金斯 霍金斯和这个马奎尔 像这个乔丹布朗啊 丹尼尔威尔斯啊 那都是连前32都没没进的 好球队完全带开 这个K球质量很高啊 好 身衣库弹起来 左下方底带还有下球 现在领先63 台面上6颗红球 再打一套超分 这个局面过百也不难啊 丁俊辉只有在超分以后 他这个心态啊 才是完全放松下来的 我们看这个时候 他就打得很秀了 超分了 嗯 往回忆拉 这个出竿啊 快了起来 脑子里球路还是很多的 这个出竿速度很快啊 现在丁俊辉 对 节省时间 粉球要一根中弹 直接来叫中弹 地方都不用挪 我看现在裁判都得追着放彩球 是吧 放下丁俊辉就出竿 好 破百了 漂亮啊 这杆打得正是相当精彩了 你保持这个状态 是吧 嗯 拿个冠军 那不是 不说轻轻松松吧 反正一年拿一个 肯定没问题吧 目前正赛打到现在 还没有打出147来啊 这个赛好像是 逍遥奥沙利文 打出来过一杆 147 哎 昨天对 昨天看火箭的采访 火箭说 呃 表达了两个意思啊 中国球迷很友好 我只愿意在中国打147 在国外的比赛是 火箭是这么透露的 不给钱 谁给你打147啊 啊 说明火老师也是非常爱中国 为什么 因为奖金高啊 在中国落了很多钱 上海大师赛的奖金 21万英镑 是吧 够火箭花多少时间了 好球 一杆清台啊 杆杆134分 第一回 终于回忆局 给你打赏金 对 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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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过程度